接下来我们看一点实习的练习 一个人行走的步行的速度 是每小时6公里 请问他每分钟步行的多少公尺 所以这种题目来讲 它算是一个换算单位的 换算单位的一题了 所以你原本是6公里 每小时你就把它放做 是slash分母的部分 这个是再分母 这个是再分子 所以公里换成公尺的话 它相等于1000公尺 所以它就会是6000公尺了 所以每小时你就打它当作是1 有时候我们不写 但其实它是1小时 1小时换成分钟 相等于60分钟 所以我们再除一除 0月掉600除以6 就会得到100公尺每小时 这个1我们一般上可以不写的 所以是每分钟就是走100公尺 OK 然后呢我们就要看说 它27分钟又会走多少 所以这个是速度乘以时间 对吧 速度是100公尺每分钟 然后呢时间是27分钟乘以27 你就会得到2700公尺 2700公尺呢也相等于2.7公里 所以你这个27公里就对了 不过你的这个10分钟 可能有点快快的 应该是100公尺每分钟 All right 再来看第二题 明强参加了这个脚车越野赛 他从上午90镇出发 不停不停的骑 骑了84公里 终点的时候呢 是一时镇 也就是说他是13pm 13pm 13pm 13应该就没有pmam了 对 应该是13点减去9点 你就会得到4个小时 骑了4个小时 84公里 我们用距离除以时间 郑宏很喜欢用什么 这个84km等于4小时 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我不晓得数学接不接受了 科学我们不接受 这样子的写法 我刚才一直遇到 我一直没有讲 OK 其实千万不要写 你千万不要写就来 因为这个是一个是距离 一个是时间 距离怎么可以整一时间 对吧 两个是不同的东西来的 所以我理解你要讲的是 我84公里用了4小时去走 但是它是一个比例 你最多是可以用比 但是不能用这个等于 所以千万要记得 所以再写下去是84除以4 你就会得到21 这个是21 距离除以时间等于km per hour 所以它是每小时21公里 你要写距离的时候 用华文字的话 你要先写每小时 可以再写21 然后呢公里 OK 要懂得写 但是1km也是可以的 再来第三题 这个呢也是那个数多部题 就是要用填表的方式 文华它从住家离学校呢 是1200公尺 所以呢 它每一天呢上学 刚刚睡醒走不快 40 每分钟是走40公尺 OK上学 但是放学哦 归星事件 对 走得特别快 60公尺 每分钟 所以请问呢 它的这个平均速度会是多少 注意了 平均速度呢 不能说直接相加除以2 也不可以说 这个速度两个相加起来 这个难道我去的速度40 我回的时候60 然后呢 速度就会相加起来的100 你以为我飞咩 对不对 这个100也是差不多是驾车 这个是很快的一个速度了 我不可能说两个平均起来 结果变成了更大的一个速度去了 OK 所以正确来讲 应该是讲了 40 它是距离是1200 OK 回家也是1200吧 没有理由突然间回家的 这个距离不同了 所以呢 这个去也是1200 回也是1200 只是时间我们不晓得 这个时间呢 就是用1200 1200 除以40 你就得到30分钟 然后呢 1200除以60 你就得到20分钟 所以你的距离可以相加 因为你来回嘛 对不对 去一次 回一次 距离总共加起来 2400 这个合理 时间 去30分钟 回20分钟 两个来回的时间 是上 50分钟 这个也合理 对不对 但是你的速度就加起来 就有点怪怪 有没有 去20 去是40公尺 每分钟 回是60公尺 每分钟 结果你跟我讲 它的平均速度是100 这个有点奇怪的吧 对 所以这个呢 你要注意的 时间可以相加 距离可以相加 但是速度不能相加 好 所以速度要怎么算 你要用总距离 所以是2400 除以50 OK 我们可以约掉一个0 5420 然后呢 5840 所以它的平均速度啊 也不是两个加加 除以2 有些同学会觉得说 40加60 除以2 等于50 不是啊 它是比50 稍微小一点 等于48 OK 等于48 所以它是每每分钟48公尺 好 跟回它其他的这些速度 每分钟48公尺 OK 第四题 吉隆坡去新加坡 相距360km 饶小姐 驾车的速度 每小时90km的速度 从新吉隆坡去新加坡 这个是吉隆坡去新加坡 集去新 然后呢 新加坡回来的时候呢 时间又多了 两小时 回来的时候 所以请问它的平均速度 哦 它要找平均速度 sorry啊 它要找平均速度 所以这边现在 我们知道说 距离是360啊 对啊 去也是360 回也是360 然后呢 它的速度来讲呢 去的速度是90 所以360除以90 我们得到4 也就是它去用了4小时 它回多了2小时 就是6小时了 对 所以这个平均 就是回来的速度呢 应该是60了 但是这个其实不影响 对 这个不是它要找的 它要找的是什么 总的平均 我们知道距离可以相加720 时间可以相加10 720除以10 就会等于72 所以它的平均速度 应该是这个72 每小时72公司 OK 这样子来看啦 第五题 第五题 货车从假地去乙地 速度是54公里 每小时 汽车从乙地去假地 每小时85公里 然后呢 两个同时出发 两个小时候相遇 他们之间距离是多 也就是说你这样看哦 我们假去到了中间 对 两小时候去到哪里啊 54乘2 然后乙呢 也是85乘2 去到了这个位置 像这个是假去这个位置 这个乙去这个位置的距离 我们可以从乘以2那边 算出来对吧 108 加上这个16170 加起来就是278嘛 所以假乙两地呢 是距离多远啊 距离278公里 好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 OK 这种相向而行的情况呢 这一题算是很典型 而且是比较简单的了 OK 最后一题 我们要看一下第六题 王芳和流远同时从相距560公里的两地相向而行 也是一样的 相向而行 但是呢 这一边他已经给了你相距是560公里的 OK 然后呢 流远啊 那些流啊 流远的速度呢 是34公尺每分钟 他们7分钟后相遇 对 所以请问王芳 走多远 走多久 所以你这样子来看 王芳是34乘以7 对吧 7是28 7是21 21加2 23 所以王芳走得这么远 对不对 王芳 流远走得这么远 王芳走得多远呢 就用560减去238了 对不对 6结尾 6结尾 减3得到2 5减2得到3 322 这是王芳走的距离 那王芳也是走了两七分钟吗 我们距离除以时间 我们就会算到他速度了 所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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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7 6 42 所以 那个王芳的速度比较快一点 他流远34 他是46 OK 所以这题大概是这样子来做 所以这题大概是这样子来做